由于如今骑车的数量越来越多 道路交通安全的压力也相应地增加了 交通事故频发就是最好在证明 众所周知 在交通事故中 如果出现追尾的现象 一般是后车的责任多一些 那如果遇到前车突然采集刹车 导致后车追尾的情况 前车要不要负责呢 交警同志表示 这种情况下前车负全责 其实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追尾分很多种情况 下面就让小编给大家科普一下 各种追尾的情况下 双方责任的归属问题吧 一 安全距离不够导致的追尾 我们经常听到交警同志强要要保持车距 其实保持安全的行驶距离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安全距离不够导致的追尾事件 是各种追尾事件中最常见的 而它的责任划分也是比较清晰明了的 那就是后方车辆负全责 这也不难理解 毕竟后方车辆没有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 而这个距离没有明确的界定 因为车辆的行驶速度不同 安全行车距离也不尽相同 不过拿最常见的情况举个例子 假设我们行驶在市区内 车速较慢为20千米每小时时 安全行车的距离就在10米以上 二 前车刹车灯损坏导致的追尾 这种情况其实在日常生活中不太常见 很多时候前车的驾驶者 自己可能都不知道刹车灯损坏了 如果真的在前车刹车灯损坏的情况下 后车没有及时避让 导致了交通事故的发生 这时主要责任仍归于后车 而前车则承担次要责任 前车刹车灯损坏肯定是要承担一些责任的 但是主要责任还是在于 后车没有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 及时进行避让 才会最终导致事故的发生 三 前车违章驾驶导致的追尾这种情况较为特殊 如果前车先发生了违章行为 例如酒驾 妖驾 不正驾驶等情况下发生追尾事故 交警会判定前车的违章行为在先 是致使后车追尾情况发生的诱因 此时前车会承担全部责任 后车不需要承担责任 不管是那种情况导致的交通事故 很大程度上都跟没有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有关 虽然交警通知天天挂在嘴上 但是这件事人们还是没有从根本上引起重视 小编在此提示大家 只有严格遵守交通规则 才能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我们人身和财产安全才能从根本上得到保障